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Kat 今集都是继续之前的行程 是整个road trip 最后一集 主要会在Philip Island 看野生动物 Philip Island 真的很天然 和保育得很好 会去看树雄和小旗 真是好有趣的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了 本集内容是由 澳洲旅游局 Visit Victoria 以及KK Day旅行社 贊助 来澳洲怎可以不看树雄呢 所以今次就来到 Coala Conservation Reserve 看树雄 这里是一入门口的展厅 有些关于树雄的资料 例如树雄是如何进化 又或者树雄这个名字是如何 这里写了有个细菌 叫Chlamydophila 一会看到有只树雄 其中一只眼是盲了 就是因为感染了这种细菌 一走进去圆区 就看到可以种这些盲栽仔 我又试一下 这里有两条暴行径可以看树雄 进去这个Coala BoardWatt 全长800米 它们都爬得很高 而且还背光 就算放大也只看到黑影 刚刚正月跟我说 在树雄是要找的 而且不容易找 现在明白了 简单上也写了一些树雄可能会在树上 但是 不要失望 还有另一条叫做Woodland BoardWatt的暴行径 可以看树雄 一进来就看到有只树雄下来 它坐得很豪迈的睡着了 这只在爬树 终于看到它们移动 其实进来之前 跟职员聊了一会儿 原来所有的树雄BB都叫做Joey 但这里看的都不是BB 所以每一只都有它们自己的名字 有一只直接爬了下来 虽然来它们很近 但是眼看手蜜动 不要摸它们 会吓它们 之后问了职员 原来它叫Limo 是一只早无级别的树雄 已经15岁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年纪大 所以才跑下来呢 看到它有一只眼盲了 就是因为被刚提到那种细菌感染 它终于吃东西了 超有趣 可以这么近距离看树雄 机会真难得 在树雄的地方的对面马路 就是Amaze and Things 它原来有多好玩的 今次主要会玩它的室内游戏和大迷宫 这里是其中一间房 是一间斜的房 人一进去就有点缓稳 有点站不稳 你来感受一下就知道 这个没按任何按键 一坐上去就自动向上升 这个在它网站也有介绍 有很多的 是不是给大家热身的小迷宫 其实细心看是看到的 但是还是慢慢走 不要碰到 你以为这里是出口 不是呀 是镜 这个是它网站另外一个介绍的地方 其实是在这里进去的 但是呢 在到达这里之前 还有几关要过的 有点像密室逃脱 不在这里告诉大家 留给大家下次来的时候自己解密 这里还有很多其他游戏 这里是进入下一关的必经之路 而且这个门一定要开才到下一间房 欢迎来到神秘的古典大宅 这里又是有很多很有趣的机关 例如这个 側面看明明是没有东西的 正面看 有只兔子 这里的职员 会很nice地介绍一些机关 还会教大家怎么玩 现在正式进入迷宫 其实刚才里面还有很多机关和游戏 还有鬼屋 刚刚只介绍了很少一部分 迷宫除了找出口 可以试试找不找到这些旗 找到了 走不出去的话 可以上车看看 但帮助就不太大了 实不相瞒 其实我最后是走不出去的 是由紧急出口这条路走出去 连这条路都有分叉路 好像跟我差不多时间进去迷宫的人 都是由这条路出回 是一起出回 然后来到他们的纪念品店 哇 这个真是童年回忆 有没有人玩过 还有些考IQ的玩具 例如孔鸣鎖 室外的地方还有迷里哥尔夫球 还有空中漫步 都挺多玩的 终于来到Kals海滩找食物 前面就是前一天出海看海狗的码头 这个海滩真的很多海鸥 眼前这块草地 特别多海鸥在这里坐 走下去沙滩坐下都挺舒服的 这里附近是整个Philip Island 最多商店和食事的地方 中午就吃这间M&O Cafe & Tapas 屋服不错的 上面的水果很新鲜 连杯热巧克力都拉了花 吃完东西 走一会儿就出发去Denobis Denobis是一个关于南极的展馆 进去里面看看 一进去是一个有无敌大海景的Cafe 真的fine dining都未必有这个景 而且它的食物不贵的 挺划算的 旁边就是纪念品店 其实很多人来这里 一会儿一会儿去看小企我回巢 而这里的纪念品 很多都跟小企我有关 现在正式进入展厅了 一下来就有一间房间介绍在南极工作的科学家 这个路牌上面有香港 看不看得到? 有一个对比动物大小的图 一个南群的心臟 更大过一架甲虫车 那南群不是很巨型? 海狗是有几层毛的 这个是它们身上最外面那层毛 摸下去有点硬有点粗糙 原来维多利亚洲距离南极只有3700多公里 这么近的? 洋物尔本在香港也要7000多公里 看看它们多有趣 但它们有时会被海里的垃圾纏着 所以真的不要丢垃圾下海了 这里的展板 大部分是介绍南极附近的动物 挺适合小朋友 很有教育意义 这里有个位置 可以看到很多南极动物的影片 可以选择来看 被这张图吸引了? 好有趣啊 它是一只海象 不要看它这么有趣啊 男性的海象可以超过两米高 达到3500公斤 在2017年 有渔民捕获了世界上最大的鱿鱼 它的眼睛有整个足球那么大 身长12米 即是差不多三层楼高 说到南极 当然不少得起我 原来它们要在这些声音中 找到它们爸爸妈妈的叫声 好漂亮啊 看完展览之后 就可以进入另一个区域了 这里有很多动物的影片 还有很多自然现象的影片 还有南极光看 好漂亮啊 其实呢 我之前也做过追光者 去Tasmania那里追极光 但时机不适合就看不到 看南极光就好像看银海一样 就算地方適合了 也要看天 可以坐在这里 慢慢欣赏这些风景 Tenobis外面的步行经 距离昨天看海狗的招石不远 可以看到 我来走一走也挺舒服的 Sail Rocks就是在这里了 这个方向前面就是Tasmania 再前面就是南极了 下一站当然去看小奇我啦 其实我已经来过这里几次看小奇我了 每一次都是很大风 而且都会有点凍的 就算夏天都会有点凍的 所以最好就穿多件衣服 而且穿这些游帽的外套会比较好 这里就是Penguin Parade的游客中心 真的那些小奇我好像跟这些公仔都差不多大 这里有间咖啡 怕冷的话可以买一杯热饮 企鹅大泉 有世界各地不同品种的奇我资料 这个奇我有多酷 在纽西兰南部会找到 顺便认识一下这里的小雀 还有一些小游戏 这个是昨天的统计 有2400多只小奇我回巢 纪念品店跟The Nobis 那边的东西差不多 刚刚看到有人披前面那张尖进去看台 现在直接走过去看台 那些小奇我要天黑之后才会炒 所以观看的时间不是每天都一样 夏天会暗一点 冬天会早一点 有袋鼠 其实小奇我从海滩回来之后 它们会在草里走 有时候在路的两边找 反而会比起看台看再近一点 这里就是普通飞的观众席 最佳的位置就是在前排的側面 小奇我在海滩上浪之后 会在看台的旁边走入草地 大家在看的是Penguin Parade的官方影片 这里天黑之后是不能拍照或录影的 真的不能拍小奇我 它们小小的 超有趣 大概只有30厘米高 它们上浪的时候真的很小心 上来又下去 看得出它们真的很害怕 它们在沙滩走的时候 刚好有几个很大的蛇仔经过 好像想吃它们 就像这样 嚇到它们全部回到水里 后来慢慢地 一只 两只 一堆堆地走回草地 看到有些比较多的小奇我回炒之后 就跟着它们走 有些小奇我堵塞了 要停到离集合 好有趣 看完小奇我已经快10点了 我都要回炒了 又是晨晨楼楼 又是5点多 无端端听到外面有东西走来走去 原来是它们 叫做Chicky Goose 好像是因为旁边帐篷的车很亮 我可以照到自己的样子 所以不断刺车 这种我整个地方都是通山走的 这里还有一只巨型 现在就继续去一个很天然的地方 Chachew Island 其实Chachew Island 严格来说 不算是在Philip Island 这块绿地上 但它们中间有一条桥连在一起 而过桥的时间 是不用一分钟的 所以真的超近 一进到 就是一大片红雪林和泥滩 是很多猪子和鱼的青色地 这边也有一些 但就不太密密 这里岸边有一些白色的泡沫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泡在这里 留言告诉我 这里又是另一边的石滩 这个Chachew Island 真舒服得不得了 超级放松 环境超级超级漂亮 继续向前走 就来到Chachew Island的游客中心 这里是一个农场 周围都是鸡鸭鵝 但是鸡全部都不一样 应该是不同品种 原来这只鵝是慢的 所以才坐在这里不动 不要搅拌它了 这只鸡生得好像巫婆 好搞笑 今天的第一个表演活动 就是铸铁表演 农场里定时会有一些表演或活动 看来铸铁就把铁烧红 然后再凸凸出来 然后就一直重复做这个动作 职员在做马蹄铁 这些全部都是这里做出来的铁制品 这边有和平相处的鵝和炉仔 而这边就是追逐打架的鸡 对了 就是这个声音了 早上天梦光的时候就开始喊了 农场中间的位置有一间屋 在1972年建成的 是以前的一间度假屋 进去看看 这个应该是饭厅 里面的摆设就是百多年前的风格 这里是其中一间睡房 这里有做钢琴 应该是客厅 后花园也很漂亮 原来地面是贝壳 如果在这个地方吃咸茶就真棒了 走了这么久农场 不如出去走一下步行径吧 外面有这些黑色面白色毛的样子 它是不是在看我 完全看不到它的眼睛 外面很黑啊 这里也是有几条步行径的 现在走的是North Point Loop 全长2.5公里 官方建议时间好像走一个小时 但我走了大概30分钟 资料上说 这里有些树有500岁 不知道是不是这些呢 整条步行径都会看到海 间中还有些观景台 又回来了 走之前最后一个活动 就是喂小动物 你看它们 好有趣啊 走的时候才想起 还没看到宣传照上面那只牛 原来它在农场的外面啊 这只好黑咯 它们是苏格兰高地牛 宣传照上面那些是咖啡色的 但今天它们站得比较远 今次这个六日午夜的维多利亚洲之内 就圆满结束了 临走之前 让大家看看Philip Allen的入落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就记得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 channel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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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